今天是农历腊月初八 腊八节 相信有很多不少北方的朋友都听过这样一句话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拉开了春节的序幕 在一晚晚甜糯的腊八粥里 年味也越来越浓了 但是今天呢 西藏郡区某边防团的官兵们还在腊八粥之外 尝到了吹噬般特别准备的腊八味道 那是什么呢 跟随我们记者的镜头一起去看看 我现在是在西藏郡区某边防团的营区里 今天是腊八节 刚才吹噬般的班长们告诉我说 今天他们要为边防的战士们准备属于他们特别的腊八味道 那同时呢 我也是收到了一份神秘的任务 告诉我说要前往部队的一个养殖点 那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下我要做些什么办法 我想大家看到这群鸭子应该也已经猜到了 没错 我今天的任务呢 就是要和战士们一起抓鸭子 来给我们吹噬般班长的拿手菜提供食材 虽然说我也从来都没有徒手地去抓过鸭子 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 但是一想到可以为我们战士们的拉拔味道 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还是很开心的 走 现在我们开始吧 我实在是抓不到 我应该怎么抓啊 你要找住那只鸭子 然后你要趁它不注意的情况下 然后迅速地出击 抓住它 换住了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我终于抓到了一只鸭子 没想到抓鸭子是一件这么困难的事 不过这个部队的鸭子呢 确实是体格强健训练有素 我现在终于可以去跟班长交差了 走 班长 我的任务完成了 哎呀 好沉啊这鸭子 辛苦了 哎呀 小心点 小心点 咱们今天准备啥好吃的呀 今天我准备了6个菜 其中今天交给你的任务抓鸭子 我最想做的就是我的拿手菜 纳巴鸭 同时我还准备了其他的五道菜 第一个冬瓜灯排骨 尖椒兔子 蒜苗回锅肉 西南花 三月瓜 今天的辣巴味道除了班长的拿手菜辣巴鸭以外 各类清炒食书也是从我们边防特有的蔬菜大棚中采摘的 由边防战士们亲手种植 蔬菜的种类非常丰富 有上海青 辣椒 萝卜 白菜 西南花等等 现在属于我们边防战士们特有的辣巴味道已经全部都上桌了 那今天我们所有的食材都是部队自己种植和养殖的 我现在站到这真的是热气腾腾 香味不比 那这道菜呢就是刚才我们吹事番班长他所说的这个拿手菜 辣巴鸭 在部队吗 第一次吃到这个辣巴鸭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蛮不一样的 自己养的鸭子 然后做的鸭子 班长也是很运行 部队现在也 比我们的保障也很好 像逢年过节的时候都会给我们加餐啊 暖心 适味 官宾们吃饱 吃好 吃出健康 吃出战斗力 我们股边守康 全都更有劲儿 新占氏 体热 筭全部 第一次 二次 Winter 登